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3C智慧型手机 现在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 手机网网站的总编 张立安 Liu你好 各位心动朋友大家好 Liu你很辛苦空中飞人 上礼拜才刚从西班牙的MWC站回来 是不是 对因为每年的年初的时候 是算最重要的 上半年的一个大展 尤其又是跟通讯有关的 你们去参加这么大的一个展览的时候 之前要做哪些功课 基本上是要了解一下说 今年度会在这个展览期间 做发表的场上会有哪些 有展示的摊位 有些场上会在这个执行点 会先发表一些心机 他可能会在展览前一天 或前两天就会有一些新的 一个产品的发表或技术的发表 那除了这个展前之外 就是说在展览期间也会有一些 展示一些新的产品 他也许没有活动 但他会在摊位上面直接 秀出他的新产品 甚至说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个 晶片厂商啊 他会在这时间会分享说他们 这一段时间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上5G的部分嘛 因为这段时间一起陆续续 5G的技术其实一直在更新 是所以你要先做功课 你才知道说很有效率的一些运用 要看哪些东西对不对 去思考一下就是说 哪些东西可能是尤其是台湾 跟台湾比较有这些相关的 甚至说有些不见得跟台湾有关 可是他可能是跟整个产业 有关联的 这个都要去了解 几乎是从早到晚 然后接连的活动这样 扑掉活动之外 其实你看这么多的摊位 那这么大的一个展馆 其实每个地方各个角落都有看到 有各个品牌或各个厂商 他有他的摊位 那到底我要看哪一个 还有哪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重 这样这一定要先大概有个方向 是光是看啊 或参加这些厂商的一些展示或活动 就已经很忙了 你还花时间 比如说照相啊 摄影或者是要发稿是吗 对对对 那其实另外一个主要就是因为 西班牙的时间跟台湾是有时差嘛 其实我大概回到旅馆的时候 其实台湾也差不多是半夜了 你可能台湾的事实上是晚上 可是你那时候还是算下午吧 那你下午你还有一些作业时间 是老板听到这段要加薪啊 太辛苦了 是所以我们在手机网 在这个网站上面 就会看到Leo这一次去MWC展的一些观察 言归正传 MWC展你觉得今年的重点是什么 今年重点就是一个名词就是5G 对因为5G在今年开始第二期开始 陆陆续续会有一些电信业者 其实现在都有所谓5G手机都已经发表了 接下来就会有电信业者 他会推去所谓的5G服务 那我们知道说2020是5G的一个标准的 一个制定的一年 在这一年之前 其实已经有人先定义5G元年已经开始了 那已经陆陆续包括装置啊 服务啊慢慢会陆陆续续出来 那所以其实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在各个厂商的摊位上面都可以看到 大大的一个一个单子就是5G 因为就算你是做手机的 你是做晶片的 你是做电信业者 甚至你可能没有跟这些东西有太直接相关 你只是间接相关 你也会特别去强调5G 因为你应用到的服务 你也会势必去运用到所谓的5G网络 让你的服务能够更 服务的更完全更周全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G无所不在 会有这样的状况 这比较特殊的 5G无所不在 但是我相信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5G比较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字眼 感觉上还是很遥远呢 5G的手机这些运用 我们真的需要现在就这么关注吗 如果以台湾现在的状况 因为NCC它的一个时间表 大概是2020年才会有所谓的一个 那个频谱的一个试照的动作 那等到试照完之后 电信业者在做投入建设 大概其实最快也要2021年 甚至可能2022年 消费者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 在这之前其实都是 跟产业方面是比较相关的 就是说我们产业界的人 会对5G这个会表敏感 因为我们是相对是走在比较前面 必须要先了解整个一个 5G的技术或整个发展 包括要怎么去投入 那对消费者来说 当然这个5G可能还会觉得 有点距离 甚至说跟它没有太大 这些相关 不过因为说所有的技术 都一样包括过去的4G 甚至更早的3G 其实新的技术刚开始 它当然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一个酝酿 包括技术的一个投入 那等到商用到消费者 其实它当然还是会有一段时间 那不过因为5G比较特殊 是因为说台湾当然看起来 时间点会稍微晚了一点点 但不过因为我刚也强调说 5G的标准定定时间是在2020年 那我们能够说 就是说有一些业者 他有些是国外这些业者 那他的速度确实是比较快了一点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 在这个新的一个技术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就是重新去颠覆 这个市场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国外的包括电影经验者 或者是做这些手机的 甚至这些设备厂商 他们其实的脚步确实是比较积极一点 那这个也跟每个国家的一个状况 是不太一样 因为像美国啦 韩国甚至说中国 或者有些欧洲地区 他们对于这个5G的一个时程表 是相对比台湾早很多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台湾2020年的时间 是虽然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晚 不过我们是算比较保守一点 也就是说其实等到这个技术 都订定完订定好 其实装置就是像手机 或者这些设备其实都有了 那我们很快的 其实这个5G 一旦说政府说有这个执照施数之后 其实电经验者的速度 我相信都会很快 因为技术承受的情况下 其实就不会有一个 就是说可能你还要边做边看 然后边观望这样 那我们其实等到国外 其实有一些这些技术出来 其实就快很多 那台湾其实有一些网东设备厂商 其实他们已经 现在跟很多电信业者 是在跟国外有很多合作 包括HTC 然后包括像奇迹 甚至说亚序 我在今年也都有看到 他们就做出所谓的5G的一个分享器 这些其实都是跟国外电信业者合作 所以可能对距离 我们在台湾要用这个5G服务没有这么快 但是我们台湾的厂商 其实都已经很快的跟国外的接轨 因为要做一个5G的生意 要去抢这个商机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国外可能会不要倒 所以当然这个就不能停 产业的发展是不会去停滞 所以变成其实很多厂商 其实都已经在这个时间点 推出所谓的5G的一个中断 不过跟过去比较不太一样是说 以前好像4G手机比较早出来 那现在其实5G手机可能相对不会那么快 就是以台湾厂商来说 因为可能就是网通设备会比手机还要早出来 一直讲到说5G的标准2020才会出来 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可能不是很了解 因为以前可能有什么WIMAX的这个错误的经验 对对对 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说 过去我们台湾其实也想要在国际上订定所谓的标准 那当然我们也一度是说做得不错 但是后来也因为合作伙伴的一个中间后来抽手 那有一些状况的一个变化 变成说投资太多 然后后来没办法入院 那当然所以对于有些业者来说 他就会在新的技术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光望 我觉得这个光望可能有好有坏 因为过去确实有一些惨痛经验 那以现在来说 其实当然有些像网通设备它跑得比较坏 有些厂商它可能相对是比较保守 尤其像电信业者 因为像去年经历这个199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在讲说 对对对 大家都在讲说说我4G如果没办法回收 尤其说像现在4G的收费已经费用到这么低了 那我要在什么情况下 5G大家愿意买单 那其实最关键还是说5G能够带给消费者 什么样的应用 让消费者愿意他花更多的钱去做升级 或者是去愿意真的去体验 如果单单只有速度快 那可能消费者会觉得说 5G已经够用了 不需要到多快这样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5G之后 慢慢开始它会有一些应用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应用 它的场景其实还是相对有限 甚至说对一般消费者来说 它的那个感受度来说 还没有到很大的一个变化 例如说我今年在NWC看到 比较多的应用 其实跟我们现在在用的东西差不多 例如说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影片 或者是玩游戏 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5G看影片 看玩游戏 好像在做事情就差不多 那唯一比较大的差别在于说 到了5G的时候你的影片其实是不用下载的 你直接是用串流的方式 就是等于是线上直接看 那看的你可以直接去看所谓的4K影片 就是相对比较大容量的 你可以在线上看 然后比较不会有lag的一个状况 那玩游戏是过去你一定要下载到手机上面 然后去玩嘛 那现在其实你等于直接是用云端 直接在云端上面去玩这个游戏 在速度上面就不会有所谓的延迟 其实听起来玩游戏看影片这些东西 都跟我们现在实际在做的事情 没什么太大差别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使用的场景 都跟4G差不多的情况下 其实消费者他会觉得他不需要去换到5G 那这也是对电信业者来说 他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现在如果贸然推出5G 他能够提供的服务跟应用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现在推出来这样的服务 其实消费者也不见得会买单 尤其说5G你一定是被价格 一定要比499更多嘛 你也不肯维持499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你现在如果要推出这个服务 你必须要马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下去 那当然也不肯马上回收 甚至说也会有一个消费者 会不买单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电信业者 他会觉得说会比较保守的原因是这样 现在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 已经有5G环境了吗 比较快的是哪一些国家 其实美国在去年底 也有电信业者推出所谓的5G服务 不过这个因为5G服务就是说 它是接近于5G的网络 它这个也不是真正5G的服务 因为毕竟这个5G的标准还没定定 那它只是说在速度上面 它的一个速度上面接近于5G 但也不完全是 去年的这个电信业者 它推出之后 其实后来也在几个城市做一个示范而已 它并没有做大规模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未来5G包括在台湾 它会一开始会针对几个特定的服务 或者特定的城市去做一个覆盖 那慢慢才会去扩散到整个地区这样 所以并不会一开始大规模 就是说台湾有5G之后 马上台湾各个地方都可以用到5G 对 这个就如同说 4G概念不一样 对 跟现在4G完全覆盖会不太一样 但是它会跟一开始一样 就是说 因为你机器台要建置 那你一定这个服务应该先 会先锁定主位区域 那慢慢才会扩到说 各个比较可能偏向 或比较偏远的地方这样 那再来说 事实上5G的应用服务 最快或者是说 比较早会在商用的部分 并不会是说消费者端的部分 甚至说可能会用的更成熟的部分 会是在商用的部分 因为像我在恩导西的时候 我也看到像日本电信业者 Dohomo 它也展示一个5G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它是应用在医疗 医疗上面的 那它有一个 有点像是远距医疗 医生他可能在医院 他做所谓的手术 那它可以让学生或者是让家属 他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 去知道你在做手术 或者在做诊断 那这个影像 它就是得透过5G去做传输 对那事实上 现在其实4G也可以做传输 不过4G做传输 它有个状况就是说 一个是它可能会有延迟的状况 那除了延迟状况之外 其实它也做一个对比 就是说4G跟5G 光是在画质上面 它就会有大的差异 对因为5G的速度快 所以它相对 它个影片的一个解析度 或档案 或者是说这个画质 它可以给的更大 更好 更清新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听起来就有一个 比较有差别的 不像说可能我们玩游戏 只是速度的差别 它这个是在影像上面 它会直接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应用确实 它可能会走得比消费者端还快 我们明天节目再请Liu聊节目当中 好不好 跟我们再聊一聊 就是在MWC展当中的一些观察 还有些趋势 好吗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待会会上传到 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您还可以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明天我们再拜托手机网 网站总编辑张量 Liu跟我们来聊一聊 谢谢Liu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